暴龙队时首度拿下东部第一种子 美联社 记者卓家评综合报道 暴龙队主场迎战溜马 一巴卡攻下本季新高25分 德罗森12分 早早拉开差距 中场以92比73轻取对手 也确定以东部第一种子晋级季后赛 写下队时第一次 暴龙今天收下本季第57胜 33胜在主场创下队时最佳战机 有机会继续攀升 接下来将引战魔术 面对溜马来犯 暴龙巩固边界 两队过去交手 暴龙主场对战收下9连胜 上次溜马在多伦多赢球要追逐到2013年3月了 尽管溜马昨天击溃未免军勇士 今天来到多伦多 手接手感不济 立刻被对手拉开比分 第三节结束 暴龙来到72比49 大幅领先 也立下胜负分水领